国民党总统初选结果出炉 由高雄市长韩国瑜胜出 而对此台中市长卢秀燕 在接受媒体访问时也表示 除了恭喜国民党中将 进行了一场公正公平的初选 他也希望蓝颖的 总统初选的参选人 可以参考当初的台中模式 他跟立委张启成 是选前竞争选后团结 现在则是携手拼建设 卢秀燕强调 虽然竞争的过程很激烈 但国民党也唯有团结 才能赢得到最后的胜利 被受外界关注的国民党总统初选 15号结果出炉 由高雄市长韩国瑜胜出 将代表国民党力拼2020总统大选 对此财阳市长卢秀燕 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除了恭喜国民党 中央完成一场公平公正的初选 也特别向其他参加初选的参选人 提出台中模式 我想台中模式 我在竞选台中市长 台中模式非常重要 我跟江启成委员 我们选前竞争 选后团结 那我们两个攜手合作 为台中市的发展 跟建设来一起努力 卢秀燕指出 当初参选台中市长时 与立委江启成在初选前良性竞争 初选后则是展现大团结 最后赢得市长宝座 而现在也和江启成西宿合作 为台中市的发展与建设 一起努力 而江启成也呼吁所有的参选人 都能够秉持运动家的精神 申不交 拜不内为2020总统大选 团结努力 去年的台中模式 我们也经历了初选 选后的团结合作到最后的胜选 我们提供给中央参考 给这五位参与国民党总统 初选的参选人参考 那更重要我们呼吁 我们所有的支持者 能够团结一致 来支持党提名的候选人 初选完之后呢 虽然过程竞争很激烈 但是大家可以看看台中模式 选后一定要团结 才能够争取胜选 选民希望能够是庶民 韩国瑜他能够懂得基层的心声 不是像政治人物爬上了位置 就换了位置换了脑袋 这个不好 所以这个可以看出 我们台湾民主政治将是 会有一大的进步和改进 市长卢秀也强调 这一次的总统初选过程 对国民党来说相当重要 虽然初选期间竞争相当激烈 但国民党唯有团结一心 才能够赢得最后的胜利 介绳波和台中常博导